嘉義一處稻田因為快收割了 斑蚊鳥經常飛來 當作是吃到飽餐廳 農民於是自製了驅鳥器神器 插著竹竿綁塑膠袋 風一吹就會發出沙沙聲響 把鳥給嚇跑 但是這個一球一球的 遠看像是天燈 民眾還誤以為是網美景點 特地下車來拍照 綠柚柚到田裡金黃色麥穗 隨風搖曳 天中還插了上千支竹竿 綁上紅色和透明塑膠袋 發出沙沙聲響 原來這是農民自製的驅鳥神器 風一吹來 上千個塑膠袋集體發出聲響 斑蚊鳥不敢下來偷吃見便宜 遠遠看過去 就像是一個個的小天燈超壯觀 民眾路過誤以為是 他以為網美景點 你們還以為網美景點 對 遠遠的這樣看過來好美 塑膠袋驅鳥神器 風越大效果越好 利用噪音下鳥的還可以放鞭炮 但如果下雨可就慘了 農民還設計炮台 利用箱綁鞭炮放進水管裡 箱燒到哪 就會點燃鞭炮 嚇走斑溫鳥 金黃稻碎快收割 農民發揮創意 設計塑膠袋驅鳥神器 和炮台驅趕斑溫鳥 還意外成為另類的打卡經典 救護官王舒豪